教聖人应运出世,各化一方,针对当时天时比利及众生的根气,留下千经万点,穿下诸多血恶从善的修食法门,同时,也让云云众生认识了明明宗。 宇宙万事万物均有一个真正的主宰,或称为上帝,或称为造化,或称为天主。 我们称其为道或无声老,均是一名而同意。 我们对道有了深一层的认识和体悟之后,就会了解,天地间食物一物不是导致本体与妙用的合一。 因此,道非然盘盖各大教门的经义,为先门万教的总源头,确实不居限于宗教的领域里。 而上帝或老也不只代表着一切宗教的最高信仰中心,更是天地万事万物万类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其宇宙间永恒不变的真理之道。 所以我们今天有机会了解什么是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各大教门的最高信仰中心,也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与最高主宰,更能对宇宙至高无上的真理,有一个初步的认识。 道之间义,在先天之间不为天,在后天之后不为后,极大上有可量,极为上有可止。 为道极大不可量,极为不可止。 不所以大无不包围,无不入,无所不惯,无所不惯,无所不惯,万彻了天地人,万物万类,万彻了三十三天万,万彻了天经万点,万彻了天法万法,万彻了天教万教,万彻了天佛万祖,万彻了我之一。 一身,此乃显天大道宝贵的真意,人人必须知真觉,一击是人,人与我我,与人人良心之行也。 此乃乃万众一心,万博一家世界大同,此先天大道之宝贵也。 二,道与我,有蛇们关系,道的宝贵,在于他大而无所不包,细而无所不惯。 天地生成之后,道贯穿于天地万物万类,使得日月星辰之运转,各有其时,四时之交替万物之交涨,各有其续。 而最宝贵的是,各天地万物的主宰,同时也是我们人一身之主宰。 因此,我们不只要看求天地间的智力,更要回头认识我们身上不有的真理。 不天天大道即是性理真传,道的宝贵,并不在于他有什么神秘稀有或特殊之处,而是在于他平时。 但我们,确实时刻刻离不开他的本体与妙用。 我们反观一下自身,就会发觉我们身体的结构是非常精密和奥妙的。 我们轻轻地握一下手,就算是这么简单的一个动作。 其中所牵涉到的所有关节物理作用能量化学反应神经系统资料讯息之传输,及脑部分析判断和命令之下达。 以目前全世界的科技知识和文明水准,也无法一一表达出来。 但是我们做出个动作的能力,却完全不应个人知道上了程度的差异,而有任何影响。 无论是学是多丰富的学者,或是目不是兵贩夫走足,不论是成人,或是刚出生不久的婴儿,都可以轻而易举地做出的动作。 人人与生俱来,不学而知,不学而能,无增无减的良知良能,就是主宰我们一身的道。 我们有学体而得到的知识和才能,有忘记的时候,有疏远的时候,而到的本体和妙用,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大而能主宰宇宙的运作校长,小而能主宰我们一身知识听言动。 我们有,我们有而不知其有,用而不知其用,却有无时无刻不能缺少它。 不增不减,但自举足一切,我们身上固有的道,因为就在我们身上,又称作自信老。 我们了解了,各主宰天地万物的道,在我们身上就有,它的作用不应受到我们赞美或否认,而有任何增减。 无论众族肤色国籍宗教信仰或平贱富贵,均无分无别。 因此,我们能求得天天大道,不只找到了宇宙的根本源头,也找到了不生不灭的真果。 不只认识了宇宙,也认识了我一身的真正主宰。 不只追求到了宇宙之质底,也找回了我身上本有的真理与良知良能。 先天大道的根源是在我身上原来,不有的是我由先天带来的良知良能,即是我的良心。 我的良心,即是天心,天心即是道心,此心无情无相,即是真空。 真空之妙,空而不空,空中妙有。 妙有者,生天生地生人生,万物万类之大分也。 妙有者,万灵真宰也。 主宰天地人,万物万类之真主宰。 亦即是主宰我之一身。 不约道在无身,一切万能。 道离无身,此身败无益能。 先天大道如此宝贵,乃人人必须追求之道也。 三求道是求什么静心观察我们所存在的这个宇宙。 我们往往会散造物主的神奇。 自然界每一刻皆有无数的事物在同时运转, 而其整体却又是那么协调。 我们身上的整个真理部也是一样。 每一分一秒,我们身上皆有无数的生化反应物理作用等同时发生。 道的妙用分布在我们身上。 不用学习,不用思考其作用。 虽成千上万,合起来却只有一个自我。 一切有条无问,自然而成。 道在无身,运用自如,再也能视,再耳能听,再口能言,再疑能闻相臭。 在身能运用情动作是,此极道在我身之妙用。 所以我们了解了道不止主宰这天地万物, 更主宰我们一身。 宇宙根本源头最高主宰于我一身主宰。 并非二也。 道的本体无形无相。 我们肉眼看不到它, 手也摸不到它。 但它,却无时无刻,不再发挥其妙用。 更进而,随着天时及环境, 而发展出语言文字经典, 及造福人类的文明。 刺激是我们良知良能之作用。 一般人,不了解道在于我们自身的本体和妙用, 只模糊意识到它的存在。 便以灵魂代表它, 我们称其为自信老。 因其没有生灭, 也不会坏坏。 我们也称其为真我。 此真我, 男士最富足、最圆满、 最光明、最完美、 永恒、不秀的。 现在我们来生一看。 看得见摸的这又形又像的肉体, 能不能代表我把一个人生命中不同阶段的照片拿来比较。 我们就可发觉, 面貌是无时无刻不再变化的。 我们一般均习惯也相貌肉人, 但相貌却不是永恒的。 我们的肢体也不是真我。 某些人不幸失去了一只手或一只脚, 仍是好好的活着。 我们的内脏呢, 现在科学昌明, 其自己能把动物的心脏成功地质入人体。 我们不能因此说, 个人不是他自己了。 就算猴的脑细胞, 从我们一出生就开始, 不断地在坏死减少和变化之。 因此, 有情有相的肉体, 只是真我的一个工具而已。 肉体虽然看似真实, 却无时无刻不再改变之中, 不需数十年, 又变成一堆黄土。 因它不是永恒的, 我们称之为价果。 对于真我和价果有所了解之后, 我们也就可以了解, 我们为什么要求到了? 如今我们非常幸运能有机会求得天天大道, 求得的就是三宝。 三宝简单明了, 但也博大精深, 其内容在求到时会详细解说。 现在只简单地提出两点。 首先, 求到就是直接点出了真正永恒不休的真我, 也就是良心本性的发。 在物质文明远较精神文明昌盛的今日, 假若迷失真我, 我们的人生将有如行尸走肉。 若是真假为真, 更使我们为了忙不满足假我, 而做出害己害人的事情, 造成自己在世时与死后的灾祸。 因此, 求到启发了我们内在本的真我良心, 真我假我协条融合, 使我们的人生不论存没, 都是平安喜乐自在充实而有意义。 其次, 求到也就是开启了我们身上的正门, 又称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慈悲之门。 个门非常的重要, 当我们要离开一间房子时, 自然由大门离去。 如果此门无法开启, 而被迫从窗户或阳台跳, 出时, 就可能会摔断腿。 我们的肉体就像一间房子, 真我灵性就像是房子的主人, 当有一天肉体要毁坏时, 真我灵性若不得正门而出, 被迫或另寻旁门。 其恐惧与焦虑是无法形容的, 这也导致了死后的痛苦与不安。 因此, 我们可以发现到, 绝大多数的人灵中时, 其肉体皆现现山将命恐惧无助, 与挣扎之相, 求道就是开启我们的生来死去之正门, 也就是通天大度。 因此, 我们今天很幸运能求道, 求得三宝, 打开灵性通天之正门, 可以让我们找回真我, 认识我自己身上的道, 自然以良心作为待人物之准则, 使人生更有意义, 更进而解决生死大事, 得到超生不了死的保障, 百年之后, 回到我们的来不家乡, 所以先天大道又是回天之道, 先天大道之宝贵, 即是天经万点不如一点, 此点打开旋观正门佛门, 天行大路一步直超, 即的永生之道, 此点宝贵, 超佛乐祖超经乐点, 超越天地, 得到这一点宝贵, 它是诸经之师, 诸法之王诸佛之天地之, 不曰超生了四极的永生, 不悔不灭之天天大道也, 此能及是人人原来不有的, 必须返回天之道也, 自求道对我有什么好处, 我们今天很高庆, 能有这个机缘求道, 能够开启良心之门, 智慧之门, 通天之正门, 这是第一步, 这宝贵的道, 还能带给我们终生, 受用不尽的福之义, 离苦的乐人生在世, 遭受种种之苦恼, 就其根源皆起因于迷失了真果, 求道首先就是, 让我们认识人人身上不有的道, 照回我们本有志真志, 潜志美剧族缘满, 永恒不休的真果, 在日常言情之中, 发挥真果, 是我们一举一动皆能和余礼, 至于至善, 自然不会受周遭的人事物所左右, 我们的心也就不会患得患失, 心为一身之主, 我们既然在心境上有所提升, 自然不会与邪恶之事相感应, 则不相随心转, 还可以改变命运, 趋极彼凶, 朝向光明, 使我们得到真正的喜悦, 逍遥自在, 二多比难自有人类文明以来, 道的真意便代代单传独守, 其末络贯穿了早期的主要文明, 如中国印度等, 奈何近百年来人类受物欲所比, 在空前繁荣的物质文明中逐渐迷昧了良心, 甚至竟相制造威力其大的杀人武器, 回顾数千年人类历史, 在近代短短数十年间, 便发生了两次世界大战, 无数小战, 伤亡无数, 滥用科技文明同时也损害了自然环境, 造成大气臭痒层之破坏, 全球性气候的改变, 人心之变, 干掉了天灾人或连连, 人类已为自己酝酿了一个空前的靠节, 因此上帝鸿恩慈悲, 特将大道谱传于世, 以挽救良善, 求道以后, 我们时刻存着道心, 以良心待人处事, 当遇又人力不可挽救的灾祸时, 只要成心使用三宝, 必能栽地结, 逢凶化及, 此事验证甚多, 不生美举, 三超生了四人生, 又如一段苦乐相参的旅程, 遭受生存竞争衰老, 并痛死亡等困苦人皆难免, 而人间重重欢乐又往往是短暂一变的, 尤其当旅程结束时, 终就成空, 微速渺茫, 更不禁令人稀不畅广, 是以智慧者又见于此, 乃以超生了死, 追求真实永恒的人生意义, 为人生至高之目标, 古代先修后的, 因此不仁为求超生了死, 竟必生之力苦修苦行, 仍难以仿的名师达成心愿, 如今大道库传, 先走后修, 再求到过程中, 天命名师一旨, 开启了我们通天正门, 先赋予超生了死的保障, 我们得到以后, 认识了真我, 以真我为主宰, 愿离邪心方面, 让我们的心念言与行为, 无论在人处事结合于良知, 百年之后, 真我灵性自然返回不家乡, 永享平安喜乐, 四成圣城贤求道也就是为我们种下一个成圣城贤的正因道种, 只要我们以智慧慈悲清净灌溉它, 它必然萌芽开花, 结果, 在此功利主义弥漫的黑暗时代, 大道乃是光明的灯塔, 求到修到, 不仅让我们能够独善其身, 更使我们有机会可以奸善天下, 求到之后, 只要我们时刻抱着道心良心, 在日常生活中真诚实践道的精神, 不计的人得失荣辱, 努力使周围每一个人都可得想到的好处, 让道的光明照亮每一个角落, 尽其一生, 精净不屑, 则在世集成就圣贤事也, 为天之后, 必正圣贤果未无疑, 千天大道的宝贵就是天道天命, 天命就是三朝明师, 明师一遍玄关开, 打开正门佛祖来, 天堂飞在我身外, 天上地下我都在, 此乃千天大道的尊治贵至宝月, 千天大道, 天命宝贵, 三朝明师这一点妙之积意, 非是在言语文字相声音可得, 非是在千经万典上的, 非是在讲经说法上的, 非是在世智变聪上的, 非是在佛学才能上的, 非是在财高八斗上的, 一上皆是生死法对待法, 非是超生了死脱对待了生死之法也, 四四极的先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其妙极以, 此者是无师智, 此智是妙智妙会, 此智此会是我的来不有的, 由先天带来的, 一极是在找回来天地人, 万物万类未生, 以前我的初心, 即我良心天心到清老心也, 先天大道之妙, 此妙之贵, 妙不容颜, 不学而知, 不学而能, 一极是天天带来的天知先觉妙用妙能, 此知此觉此能此, 不用言语文字声色, 不用思想, 不用念喉, 不用言听事动, 而生天地人万物万类, 生天地人万物万类之后, 这天地人万物万类, 时可分妙也一不开其妙用妙能, 不约万灵真主宰也, 摄若天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和汉星都乱续, 日月无光, 亦不能轮转, 则阴阳二气不能流通, 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皆不得其生存, 摄若大抵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这金木水或土不能相配, 则片像丛生, 山峰地烈海水枯干, 亦使万物万类世界的众生, 人人不能得其生存, 摄若人离开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则寸步难行, 眼不能看耳不能听口不能言, 总之全身不能动作, 一百日之后成了一堆臭骨臭泥土, 此乃天天大道妙用妙能的宝贵, 妙之即宜, 摄若觉悟认识天天大道之妙用妙能, 的支持而实行, 即是天人和以天人一体制度, 智力觉言妙不容言, 不是死后成佛, 当体即佛已, 不约如来佛如是佛也, 此乃的先天大道修先天大道之好处, 物具备什么条件才可以求到, 求到既然能够带给我们终生受用, 不尽的好处, 我们今日能有机会求到, 会不会显得太容易了事实上, 我们能得闻天天大道, 首先要感谢上帝的恩慈, 将自古不清洁的大道复传于是, 使我们有机会得此天之道, 另一方面, 我们本身也必须具备足够的条件组上有德根基深厚佛缘成熟, 才能够顺利求道, 此外, 我们必须向宇宙至高无上的造物主上帝发一个良心愿, 此愿可归纳为三个要点义得到以后, 愿一名剂病师建造的精神, 也就是日常生活所思所言所行, 皆愿以良心作为依归, 二得到以后, 愿以能力所及, 住周围需要我们帮助的人, 愿意多了解道的意义, 并让更多的人蒙受天道的福祉, 三得到以后, 绝不将求得的三道告知任何人, 三宝必须在庄严的求道过程中, 天命名师传授给我们才有真实意义, 若有我们写录给其他人, 则不但毫无意义毫无效果, 我们自己也违犯了天律, 得良心愿, 合乎人人本具天赋的良知良能, 所以我们人人都能够做到, 真诚实建良心愿, 也必须滋润我们求道时种下的智慧慈悲清静之正因道种, 使他顺利萌芽开花结果, 才不致虚度这天在难逢的求道修道良辰, 值得一提的是, 我们能顺利求道, 原因之一即是沾了祖德的光, 是顾上天开恩, 只要我们修道有恒, 则我们的祖先也有机会可以求道, 超生得救, 我们的子孙义的硬币, 对父母祖先尽大小, 这是最好的机会, 只要具备以上条件, 则不论任何国界种族宗教信价的人, 都可以求道, 欲求得天天大道, 脱出轮回之苦地欲之灾, 世间的穷通受忧观寡孤独生老病死苦, 而返天堂永享天伦之乐者, 必须我又得欲六万年良陈家齐的幸运, 我本人心亦善良, 我有先天根基深厚, 也就是我本人贤事做的功德善事很多, 似极天元, 我本人祖先有功德, 做善事, 似极祖上有德, 我本人遇到颖宝师赌博得道, 似佛缘以致, 也就是前生我们一同做过功德善事, 或一同有修过宗教经生欲天道将事, 一同得道修道, 此乃佛缘以致, 六求道对我的生活有什么影响, 现今正直上天恩开, 先天大道普传, 正就良善之时, 不普传方式皆以方便善巧, 与众生起机为原则, 因此修道不会对我们正常的生活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这与遗忘许多人苦修苦练, 甚至出家的修行方式有很大差别, 也正因为如此, 先天大道能在日新月异的现代, 适应社会的各个阶层, 穿不到世界的各个角落, 使人人皆有共瞻天恩的文大道的机会, 关于求道对生活有什么影响, 我们又以下几点来看, 与任何宗教没有冲突到, 代表着天地万物及我们一生之最高主宰与真理, 不只在各大门创始之前, 甚至在天地卫生以前, 道就已经存在了, 因此, 任何教门, 只要其教义是追求真理及实践良心, 就不会与道有任何冲突, 事实上, 不只宗教, 只要我们以探求真理的角度去观察, 则自然界万事万物皆能与道吻和与印正, 若我们原由某种宗教信仰, 求道将不会造成任何抵触, 也不会是我们背弃缘由的信仰, 反而让我们对真理的探求, 有更深一层的体认。 二, 以良心经为最高规界每一个人生活环境中的文化习俗时代, 背景法律条文及价值观念都不完全相同。 因此, 没有任何一个具体的规界或条文能够适用于所有的人。 所以, 求道后的规界, 着重在我们每个人真我良心之实践, 由真我良心主在自己, 而不是在经典之背诵上及遇法之钻研上下功夫。 三, 不照良心愿行, 有和透过很重要的一点求道并非从外再加起我们良心与真理, 而是借着开启我们智慧慈悲之门, 找回我们身上固有的真理, 让天理良心自然流露。 因此, 求道后, 所有真修实行之人, 皆是自动自发的。 师父, 求道后, 若我们不照良心愿而行, 并非将出现任何外力, 来强制我们遵行此愿, 而是将受到自己良心的谴责, 由真我良心督促自己, 而自然改过向善。 四, 圣凡兼修真我之实践, 并不局限于教堂或寺庙之中。 因此, 现今大道库传, 并不要我们家涉业, 到深山谷寺之中修炼, 而是在不影响家庭工作学业之正常情况下, 圣凡兼修。 在日常生活中, 时时刻刻一言一行, 皆能以天理良心为一归, 就是真我之实践。 物由提升自己, 而天善天下求道后会使我们生活更充实, 心灵更和谐。 而更重要的是, 而更重要的是, 向彋枇指定的受译矿体, 父母会使我们的宣则肘是最帮手的商店。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